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7月13号星期四农历是6月20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给大家有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那么然后呢我们做那个悬议中述节目 今天呢这个台长要跟大家讲啊 这个人追求的是心中莲花开 那么其实呢莲花要开的话呢 就是要一念心清净 心清净的人莲花 他会开放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禅修 完全取决于你剥洒什么样的种子 我们说你在心中剥洒的爱 那你就会这个产生爱的种子 你剥洒的恨 那么就是恨的种子 所以我们人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做错事情 而是你的心错了 事情错了可以改正 但是你心错了 你还会继续做错事情 所以我们人在学佛当中 有时候很想离开一个城市喧哗的一个世界 想拥有着明媚的阳光啦 躺在静静的绿草上 然后呢慢慢的睡着了 边上呢只有大自然的声音 这就是禅定的开始 所以在我们中国禅文化当中啊 我们说要守住自己的心 那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开悟了 那你可以守住心 但是问题你开悟不透 虽然你缠心一片 但是你不能承载着 这个人生路上的这个坎坷 和各种的磨难 所以你的心 还是不能够能够归于寂静 那么为什么不能归于寂静呢 所以佛经常告诉我们说 我执是痛苦的根源 因为一个人只要执着 你就会痛苦 一个人如果不执着 人之所不能忍 方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也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怎么样在这个 五着恶事当中 让自己的心念连花处处开呢 就是要不追求 不贪 要放下 我们经常说 踮起脚尖的人是站不久的 跨得太大步伐的人是走不远的 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不求 这个拼命的去追求 让自我境界的解脱 而是老老实实的 展现随缘的心灵方法 所以对任何事情 人要形成一个习惯 而这个习惯 就是你拥有禅的智慧的习惯 在你心中 你才会阻挡任何人间 对你不利的束缚 为名为利啊 你都不会把你束缚住 感情啊 各方面啊 所以 无心啊 是静啊 一个人 无心是静 得静之时啊 我们 不得做静想 如果你干净的时候啊 你都不要去想 这是很干净的 啊 所以 那才是无无尽 啊 所以 你就是觉得自己 我很干净了 你名无尽 但是呢 你心 还是 啊 这个 你 你这个名 名是说 我已经 名 啊 名为有尽 但是呢 心还是无尽 啊 所以你就很难拖出 啊 这个无无尽的境界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在自己呢 啊 这个 修行当中 经常会有 勤诚的烦恼 我们很苦啊 我们看见别人 我们就会想到自己啊 我们看见别人 我们就会想到自己 非常的惭愧 我们学佛到今天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做人 一直在痛苦当中 挣扎 一直在痛苦当中 心动啊 所以 心不动 则人不忘动 不动心 则不伤你的心 心动 则人忘动 你人的心意忘动 就会伤其 身骨 你就会体会到世间 所有的痛苦 因为在人间 这个时时刻刻 都隐藏着危险和诱惑 到处都是陷阱 一不留神 可能你就一生完了 所以学佛的人 不动忘心 不存妄想 心如止水啊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我没有欲望了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我无所谓 我不要了 我一切都这样 抵制诱惑 那就是学佛人的 禅思 禅念 否则你就会痛苦禅生 人生啊 我们佛法讲 经常讲 人生你究竟有多长啊 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 人生就在你我之间了 因为哪一天看不到你了 就没了 我们的友谊 有时候很短 我们的人命 有时候如昙花一现 所以 所以在人间 千万要口中言少 自然祸就少了 腹中食少 就是食物要少 自然病就少 心中欲少 自然忧少 就是担忧就少 所以大悲无泪啊 大悟无言啊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我们做人 只要随缘 我们的心不就是佛吗 心佛合一了 你无处不自在啊 学佛都学得这么辛苦 学佛都学得放不下 你怎么样把菩提的种子 种在你的心中啊 你的自信迷了 你不就是众生吗 你自信绝了 你就是佛吗 所以当你慈悲的时候 你不就是观音吗 所以我们做人 拼命地花很多精力 哎呀我要学佛啦 我来拜佛啦 我要念佛啦 其实 倡导的就是一个寂静 一个如如不动 一个念头就是一颗种子啊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花园啊 你一个念头 你种在你的心里的花园里 你想得到什么 它就种出来什么 因为你的杂草重生 所以你的花园 就是一片杂草 你想鲜花满园的话 你就种下善良的慈悲心 和过时善果 你一定会得到善的一个回报 所以很多人今天说 我要成佛呀 到底怎么成佛 告诉你们 成佛不是一句空话 佛就是绝也 就是觉悟的人 觉悟是什么 觉悟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真谛 一切苦空无常 我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快乐 我能让别人活得比我更好 你就是佛了 你如果是个佛的话 你怎么会跟天天跟别人去争 跟别人去斗呢 你怎么会去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伤害自己 所以就是起心动念 很重要 起心动念非常重要 所以心性 就是积善行得 所以台长 每一次在白化佛法当中 都是跟你们讲这些 你们要懂得命有己照 相有心生 世界万物都是画像 你心不动 万物接不动 你心不变 万物怎么会变呢 所以做人 什么叫惨呢 你坐得住 站得稳 你思维当中 没有想法 你不就是 笑着面对 这个五欲六成吗 你自己想改变自己 你就是一朵莲花 你不想改变自己 你可能就是一朵枯萎的 这个花朵 所以佛经常说 不可说 不可说 一说即是错 什么意思 不可说 不可说 因为佛法是靠开悟的 并不是说出来的 佛法是悟性 所以 一念余 即般若觉 一念智即般若生 如果你有智慧 像佛异亚 你的智慧就生出来了 如果你今天做了 愚痴的事情 你就离开了 你的智慧般若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对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这个世界本来无一物 你心不动 何处人生 惹尘埃 对不对 所以台长让大家 好好的懂因果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度人 让自己的心 进入寂静 进入涅槃 进入我们开悟的 无上正等正觉之中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 说的我们的白话婆法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下面请大家 继续收听我们的 悬疑中树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